上周二八月二十八月下午三点,武警黄金指挥部举行,和武警黄金部队移交自然资源部的交集仪式,这标志着武警黄金部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。 我第一次听到黄金部队的武警头衔时,脑子里想的是,哦,这队伍肯定是拿来保卫重要金花的。 后来一查发现,什么,他们根本就是自己找金子挖金子的,拿部队甚至军队开金矿,这事儿确实不多见,专门设立一个部队找黄金,这更是世界上唯一毅力,而这事儿,也是建立在特殊时期特殊国情下的一段传奇。 1978年,改革开放正在酝酿之中,但有件事让领导人们特别伴仇,坏坏,十年浩劫中,中国的国际贸易并不多,外汇储备也很少,要打开国门搞开放,没钱给人家,那就只能以物换物,美元怎没法自己印,那么最好的能让全世界都承认的一半等价物,就只有黄金了。 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没啥黄金,是著名的平金大国,相比欧洲热衷于铸造的金币,中国古代用了更多的贵金属是银,甚至同,明代甚至出现了白银的通货膨胀,清代坚负平等条约的时候,外国列强管杂要的也都是白银,因为人家也知道,掉金子咱也没有呀,就算到了七十年代末,中国的黄金出产量每年也就五吨, 在全世界矿产资源稍微丰富点的国家里,都得倒招数。 但竹克珍等老前辈早就研究过了,中国其实不缺金矿,但是与南非这样当时的产金大国相比,中国的金矿让人有点烦,人家的黄金埋藏起眼,而且都是富矿,找个金子不仅藏在深山老林偏远地区,大部分就算看到了都特别费事。 同样一块矿石,人家能提炼出来的金子,是在好几倍甚至几十倍,因此为了也炼出同样的黄金,中国的金矿要的矿石和工作量,也得是人家的几十倍。 这买买明白着,有点赔,这种最困难的时候,企业力量肯定是指望不上了,金子又是个急事。 这种活,得找一个人多,力量强,不为苦难说声就上的队伍去干,满足这些条件的也就一个了。 解放军 1979年,十日国务院副总理王胜牵头,成立了黄金指挥部,要派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第51、52、53支堆三个师的力量前往东北开采黄金。 别以为人家都是重型装备去开金矿,其实大部分的人力,大都顶着东北的银寒,日复一月在河上淘金沙,鸡少成多,在链成金装上缴国家,竟然没至极。 千金军队的粮食不及也得自己负责,如五十一支队的驻地,全年无双期就只有九十天,只能趁这时候终点小麦力冲击。 八十年代财军后,这批寻宝部队被调配到武警,成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黄金部队,自他们出现,中国的黄金产量就节节攀升,包括而今文明世界的金矿,如格尔木、曲马特莱、铜关等,都是他们一年一年风采露宿走出来的。 2017年,中国黄金产量426.146吨,位列世界第一,从平津国到黄金大国。 黄金部队在中国最艰难的时期挺身而出,在武警改革知识工程身退。 而至于武警里,为什么会放进黄金这样的经济部队?中国为什么又会成立武警?这样一个跟全世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的武装力量。 2018年武警发现腹地的改革,又是怎么一回事?更多内容,敬请收看凤凰卫视中文台。 星期六晚21点40分播出,黄台大放送之辩护画楼,中国武警发展济世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